哈喽兄弟们大家好啊 本期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DHR快递银行卡清关的一些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清关啊 有一些这个离岸的新手啊 在办理了这个离岸账户之后啊 有些懵逼啊 有些人呢他会这个问我 他说杰哥这个银行卡清关是什么情况 需要干什么 有点不懂 对吧 那我今天呢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因为毕竟小白还是挺多的嘛 是吧 那DHR快递呢 是目前大多数跨境的银行 习惯性选择的一个快递公司 因为主要呢他比较快 而且呢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优惠 所以呢银行大部分会选择这个快递 来把银行卡优寄到你的手里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选用这个DHR优寄你的银行卡片呢 常见于你在境外开设的账户是理财账户的时候 那么银行一般会选用DHR快递给你优寄你的银行卡片 那么为什么说理财账户会选择DHR优寄给你呢 因为DHR快递相比于这个平优来说 它是比较贵的啊 大概是几十到几百块钱不等 所以呢如果你开的是普通账户 那么大概率银行会选择使用平优的方式 来寄给你这个卡片啊 把银行卡寄给你 那如果你是办的理财账户呢 他就会选择DHR 银行呢给你承担了这个快递的一个成本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给你承担成本呢 原因是因为你开了这个理财账户 对吧 他也希望给你更好的一个体验啊 也不希望你在他这办了理财账户 然后这个快递费还让你出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普通账户的话 你想要让他邮寄银行卡 要求他使用DHR的情况下 他会从你账户里直接扣钱 扣走这个快递费 因为呢他使用普通快递邮寄给你 那银行呢是包了这笔费用的 那如果你要求使用DHR快递 邮寄给你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你银行卡里 扣走这个快递的钱了 那么大部分小伙伴啊在什么情况下 会要求银行使用DHR快递呢 就是他的这个银行卡通过平优的情况下 没有收到啊 就是到大陆了找不到这个银行卡了 所以呢第二次在优寄的时候 一般会给银行打电话 告诉银行啊 请给我优这个DHR快递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收到你的银行卡了 但是费用呢 他要从你的账户里扣 那为什么说DHR这个快递 能发到你手里 而平优的话就不一定到你手里呢 原因是因为DHR快递 他有你的电话号码啊 他可以直接联系你 所以呢当他到你的位置附近的时候 他会给你打电话 然后呢问你详细的地址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找到了啊 并且送到你的手里 所以说这是DHR快递 跟那个平优不一样的点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什么是清关啊 清关的话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就是这个快递要通过海关啊 到达我们中国内地啊 是需要经过海关检查的 那海关要检查的情况下 首先要知道你这个快递是谁的快递 对不对 所以呢海关会需要你提供你的实名 证明啊身份证的材料啊 这个身份的照片或者身份证号码啊 一般的这个快递公司呢 都需要你提供身份证的照片啊 正反面 还有呢就是一份关于你这个快递的一个报告啊 报告里边说明你这一份快递是什么啊 你这个快递里边都包含什么东西 所以呢这个这份报告加上你的身份信息啊 这个海关检查通过之后啊 才能给你放行啊 才能给你放行 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啊 你的快递实名制啊 所以海关呢要知道你这个快递收件人是谁 然后呢并且要知道里边是什么内容啊 什么东西 所以呢这个清关的一个过程就是快递实名的一个过程啊 你就可以这样去简单理解了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那个海关这个清关它是怎么清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就是你会收到DHL快递给你发的这个短信和邮件 告诉你啊 你有一个这个快递啊 国际的快递已经到达了这个某某口岸 对吧 那这个到达之后呢 你需要提供资料办理清关手续 然后请联系口岸的客服啊 就是联络员是谁告诉你电话 但是呢他们一般给你的电话啊 你就不要去打了 因为呢这个给你的电话基本上是联系不上的 或者说繁忙的 太多人去打这个电话了 所以呢你就不要去打电话了 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给他发邮件啊 发邮件呢是最快的一个联络方式了 那你给他发邮件的情况下呢 都发哪些内容呢 就是他会给你先来一个邮件嘛 这个邮件里边有你快递的一个信息 DHL快递发给你的这个邮件里边呢 就包含了让你申报你的这个银行卡的一个报告 让你去直接填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快递的状态都是由什么变成什么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9月5号 然后DHL快递在香港取到了这个银行卡 对吧 取到了我这个银行的一个信件 然后呢 OK 那么9月5号啊 到9月6号呢 一直是在发网啊 转发到这个海关 对吧 那么9月6号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我就办理了这个清官的手续 9月7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放行了 也就是说你需要把身份证传给他之后啊 他需要这个大约一天不到的时间去处理 9月7号的时候啊就已经这个放行了 海关显示这里已经放行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快递呢正式的进入到了内地啊 那9月8号的时候呢啊 这里就显示了快件的已经到达了这个网点啊 到达了这个我所在城市的这个网点啊 过了没有几十分钟吧 30多分钟对吧 然后快件呢就开始进行了派送 所以说DHL快递的效率还是挺高的 对吧 那这就是整个一个邮寄的一个流程 从香港邮寄到大陆的话 是用了三天 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快递 我就可以正常的去收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银行卡的报告都是长什么样子的啊 这个呢就是银行卡的报告 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报告该怎么去填写 这里呢写了啊 就是本人有一票包股啊 就是从哪寄来的 你要写上 然后快递单号是什么啊 然后里边是什么东西 你就写银行卡就行了 数量是一个 是本人的包裹啊 无任何商业价值 你这里有商业价值啊 你必须得要详细说明这商业价值了 懂吧 因为他可能要这个争你税 所以呢 你这个是银行卡呢 这个这份报告单呢 就直接就可以写 无任何商业价值 就是海关的话 他就直接就给你写了 无任何商业价值 那么OK 那本是本人的包裹 无任何商业价值 本人呢 现在委托DHR快递啊 代理该件的清关和海关查验手续 那么你填写这个物品的中文名啊 就是银行卡啊 这个开户银行 银行卡的开户银行 你要写是哪个银行 你就写哪个银行 然后卡的种类 卡的种类是储蓄卡 还是借记卡 还是代记卡 你就写卡号是什么 然后持卡人的全称 然后持卡人的与收件人的关系 你就写本人就行 卡片的具体用途 你就写这个存款啊 或者是消费都可以 是否用于赌额呢 那肯定不是啦兄弟们 那这里就选否对吧 然后呢 这下边呢 你就写日期 然后这个位置呢 就亲笔签名 这份文件要打印出来 好吧 好 那么你签完名之后呢 把这个拍照 拍照的这个照片 就发给这个DHR快递的这个邮箱 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 把身份证 正反面一起发过去 这里有一份DHR快递的一个提醒 如果你没有按时去 这个去处理清关的话 它会产生这个费用的 到时候如果产生费用的话 送快递的时候 你是需要这个 缴纳的这笔费用的啊 其实呢 整个接收的流程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就是提醒你这个清关 你就去按照这个要求去 把信息发到他邮箱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啊 不要去打电话 那么我这里再说一下 不是所有的银行卡 都需要清关的 那么有些银行呢 会把你的这个清关的一些信息啊 给到这个快递公司 所以呢 快递公司 有了你的信息之后呢 它就不需要找你要了 那部分银行呢 是没有把你的信息 给到这个快递公司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去清关啊 这里呢 就没有办法去要求银行了 因为银行有他自己的办事流程 有的呢 他就会给你直接 把这个清关的一些信息啊 交到这个快递手里 有的呢 他就不给 所以呢 不给这种呢 你就得自己去处理了 好吧 那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兄弟 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来到电报群做交流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分享更多有用的内容 拜拜 拜拜